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片中的两人正是汪小飞和绯闻对象张颖颖 动作十分亲密 张颖颖舞蹈演员出身 长相没什么辨识度 也出演过不温不火的电视剧 算是十八线明星吧 不少网友吃错瓜 还以为是歌手张亮颖呢 看背景应该是KTV 拍到张颖颖都是正面照 算没有拍到汪小飞正脸 但从背影和身形来看 就是汪小飞无疑 照片中汪小飞似乎喝醉了 摊在张颖颖身上 只见张颖颖亲拍汪小飞的脸 似乎在安抚她的情绪 而另外一张照片就有点不雅观了 张颖颖似乎喝醉了 半躺在沙发上 汪小飞紧紧搂住张颖颖 整个人都贴上去了 腰间的坠肉也一览无余 而且这次她更是语出惊人 称汪小飞的出轨对象不止一位 根据狗仔的说法 现在她手上掌握着证据的 大概有五位左右 而没有图片证据 但是有知情人士透露的 大概是十几位 同时狗仔表示 她在跟拍汪小飞的过程中 发现汪小飞和其他女生之间的很多证据 有些是汪小飞在住宅里面拍到的 有些是在KTV里面拍到的 而且汪小飞的住宅 正是当初她跟大S之间的婚房 只是女主角不是大S 而是其他几个女生 狗仔爆料说 这些女生不像是汪小飞的好朋友 她们之间有尺度更大的东西 而且她有一刀毙命的实锤 照片信息量很大 比较接近性的东西 不是一句只是朋友就能搪塞过去的 她还爆料 拍到汪小飞时 身边不止一位女性 汪小飞争玩的开啊 此前张兰就怼狗仔P图造谣 于是葛思琪直接正面回呛张兰 如果张兰要正面照没问题 24小时内奉上 自从大S和汪小飞离婚之后 火速闪婚初恋男友居今夜 舆论几乎都是偏向汪小飞的 在张兰汪小飞母子俩的引导下 很多网友认为 大S和汪小飞离婚可能是立场原因 与此同时 汪小飞还多了个爱国人设 大S这边和居今夜像是演偶像剧一样 各种浪漫情节轮番上演 汪小飞忙着搞事业开店 直播带货 网友们以为已经结束了 汪小飞婚内出轨的爆料就来了 说是汪小飞婚内出轨张盈盈 被拍到一起做和三 同回汪小飞家中疑似同居 国仔还发现 张盈盈直播的时候 曾经露出过深厚的背景 而背景的窗帘和家具陈设 看起来跟汪小飞家里面的家具陈设 一模一样 跟汪小飞自己曝光的一张照片进行对比 同样是深蓝色窗帘 搭配格子条纹窗帘 一锤不够就再来一锤 汪小飞在社交平台上晒出野餐照 戴着墨镜抽着烟 毫不惬意 不知道是不是和张盈盈没商量好 张盈盈也晒出了野餐照 和汪小飞的照片相似度99% 一样的树木背景 一样的餐店 一样的食盒和杯子 这没话说了吧 当事人回应也很有意思 汪小飞放律师函 暗示有人造谣 而张岚直播大骂张盈盈是臭臭 张盈盈回应了一段 非主流位很浓文字 留言听听就好了 八卦说说就算了 看起来很拽的一段文字 还是抄袭杨幂的早年语录 汪小飞一家一直戏挺足 只要上了热搜就直播带货 张岚也不必装作和张盈盈部署 去年夏天不是还被拍到 和张盈盈同游泰山吗 如果台北爆料属实 大一次离婚很可能就是因为 汪小飞婚内出轨 难怪让汪小飞找新欢 有网友表示 这婚离队了 5月初这位狗仔曾经在网络上曝光了一张照片 是汪小飞送给张盈盈的车 车的价格在200万元左右 他当时表示 虽然汪小飞张岚的产业已经受到了影响 但是为了讨得张盈盈欢心 他还是送给了张盈盈这辆车 但是这辆车是用一个无辜小生命换来的 狗仔还用了血淋淋等词汇 似乎是想要暗示张盈盈曾经可能怀孕过 并且获得了这辆豪车作为补偿 至于这些事情的真假 也需要更多的证据去进行证实了 不过这位狗仔看起来信誓旦旦 十分头铁 不知是不是手上有决定性的证据 而且根据现在的爆料来看 张盈盈自己有可能都知道 自己并非是汪小菲唯一的第三者 在他背后还有小四小五 因为去年两人离婚后 网友爆出了一组聊天截图 张盈盈疑似在某社交群里质疑汪小菲 质问汪小菲为何要给其他女人转八万元钱 并破口大骂汪小菲懦夫无能 当时张盈盈就非常愤慨 粗意大发 不但指责说汪小菲软弱无能 甚至还直接搬出了原配大S 说你这样两头哄着累不累 大S是不是还不知道 根据网友的说法 这组聊天截图里面老张对应的就是张盈盈 她的社交头像和张盈盈 在另一个社交平台发布的照片对得上 如果聊天记录属实的话 那么汪小菲婚内出轨多人也是右天一锤 本以为张岚汪小菲这奇葩一家子 只是想否认张盈盈的存在 结果现在看台北的镜头 小四小五似乎都要出来了 漏洞越多越是捂不住 乌漏偏逢连英语 汪小菲不仅好老公人设他了 连好爸爸这个人设也保不住 近日汪小菲在直播间跟网友们 谈论起孩子的问题 更是直接说到自己的小儿子 汪希玲 不过汪小菲竟然不知道 自己的儿子汪希玲几岁了 不少网友们都吐槽调侃 哪有当爸爸的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几岁的 要知道汪希玲是5月14号的生日 所以也就是说汪希玲才过完生日两周时间 汪小菲竟然就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年龄 这是得有多么的粗心啊 甚至还有网友们吐槽汪小菲 应该是没有给孩子庆生或者送上生日祝福吧 要不然应该不会忘记孩子的生日 不仅如此 之前台媒就报道了戴斯曾经和自己的闺蜜抱怨 在闺蜜群里戴斯说自己的儿子得知爸爸要来台湾看望他们 汪希玲直接嚎啕大哭起来 哭着喊着不让爸爸来台湾 不想见到爸爸 戴斯还表示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和汪小菲怎么说 由此可见戴斯也很无奈 重点是由此可以看出 汪希玲并不是很喜欢和思念爸爸汪小菲 如今汪小菲和戴斯离婚 两个孩子都已经判给了戴斯 并且还有两栋豪宅也是归属了戴斯 可以说戴斯是这次离婚事件的全胜者 不少网友们都表示有点心疼汪小菲 不过经过这次事情 网友们也是调侃汪小菲好爸爸的人设是装的 不仅如此 就在刚刚汪小菲还回应了出轨的问题 汪小菲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出轨 自己去年二月份的时候和戴斯谈及离婚的事情 并且还要经营生意 已经来回经历过五次隔离 期间自己确实因为情绪问题出现了酒后失态 不过并非是婚内出轨 值得一提的是汪小菲文中提到 戴斯和他商讨离婚是去年二月份的时候 而去年3月22号 汪小菲还曾晒出与戴斯庆祝结婚十周年的照片 所以当时他正处于晚回婚姻阶段 而从那会儿的照片看 汪小菲和戴斯还是以往甜蜜恩爱的模样 半点看不出已经婚变 不仅如此 汪小菲当天又是发文是爱戴斯 又是抛出送给戴斯的大钻戒 每个小细节都充满爱意 谁能想到之后他们还是没能逃过离婚 甚至到现在还是一地狗血 汪小菲还表示 自己酒后失态的照片都是朋友所拍摄的 不过自己也非常的抱歉 因为自己做了失态的情况 同时还否认了自己出轨十多名女性的传闻 表示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接下来自己要继续在台湾起诉台媒 同时汪小菲表示 自己几次想要挽回婚姻都不能随意 终于稳定住戴斯的情绪 但是因为自己发表了立场的言论 立马就再次遭受到戴斯离婚要求 并且戴斯一方表示非要离婚不可 此事汪小菲暗指戴斯的政治立场有问题 随后汪小菲还声称 自己不想再受到任何人的勒索和敲诈 直接爆料戴斯经常服用维京药品 数次都是自己陪伴在戴斯身边 他都激进精神崩溃 自己还需要向开药方的人支付100万台币的费用 文莫汪小菲还直言不多说了 不过很快汪小菲就删除了此文 不知道是不是情急之下有点后悔了呢 不过这一件事情早已经被网友们截图保存了 随后有网友质疑 违禁药物属于诽谤了 王小菲也直接回应 看台北法院怎么说吧 态度非常强硬 同时王小菲喊话 都是台湾媒体爆料 我他妈这么多年 凭什么让你们弄我 不过这些随后都被他秒删了 戴斯和王小菲原本是和平分手 如今闹到两边要开丝的节奏 不少网友们都表示唏嘘不已 还劝王小菲不要闹到如此地步 不过更多的网友们是议论戴斯 服用违禁药物的事情 这简直就是爆炸型新闻 接下来不知道戴斯一方将会做出如何的行动 我们也拭目以待